基调源于日本,意思就是在礁石上钓鱼,号称海上高尔夫,需要透过学习,经验累积,才能在技术上提升。 基调属于极限运动,考验个人耐力与体力,重视无私合作精神,倡导环保,爱护资源,大海丰饶,取之有道。 基调人首先要有良好的品性,宽广的胸襟与淡定的心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保持乐观进取的态度,互助合作,主动协助,敬老尊贤,长幼有序,无私分享,虚心请教,思维豁达,勇于尝试,敢于改变,挑战极限,上善若水,大智若愚。 师傅领进门,修行领悟靠个人。 基调是一门复杂的课程,上至天文,地理,气象,下至海洋生物,季节变化,数理化,密度,能量力学,需用心认真去钻研,从实践中累积经验,从失败中总结找出问题。 关键学如逆水形,空不进则退。 入门所需装备首先5米以上吊杆,1号或2号基调杆3000形带手砂轮,6米超网打窝勺。 基调专用救生衣,基调专用防花鞋,基调专用收纳杆包,基调专用冲锋衣,利林火莲帽防晒,基调用25L冰箱帽子,手套,防晒电机。 其他配件用品价帽,头灯,调频对讲机,发波3B5B0.8及1.0号棉线节,半挡卡拉棒,八字环3-4号尼龙半幅水竹线1.5-3号探索子线迁右勾,2345号插手毛巾子线紧,脱钩器或止血钳,偏光镜或防水袋。 公寓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 基调,装备配件众多,入门建议从终端价位入手,选择知名大品牌为主,喜马诺达瓦,加马卡兹质量与性价比有保障,如果实力于。 允许一次到位,直接购买顶班商品,爱惜使用,勤清洗保养,培养一个健康的兴趣,可以陪你玩一辈子。 人比人得死,货比货得扔。 基调的装备有了,接下来就是知识的学习。 首先我们要知道基调,主要的目标与种为雕刻类,这是因为沿海地形最大的种群,同时因为雕刻与警惕有挑战性,所以成为所有基调人的目标。 雕刻类中大白蜡的强劲拉力更是梦幻于一般的存在,是所有人挑战的终极目标。 猛龙过江,没有断线不回黄。 除了雕刻类,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挑战。 目标鱼种,石雕黑毛黄利昌,石斑红幽莲,尖细林,石棒黄鸡,海里真雕泥猛花泥猛筋骨等。 冬季钓白天,夏季钓夜晚,全年皆有不同玩法。 鱼种,鱼大鱼小都有不同体验。 鱼多,鱼少就看技术发挥基调。 最大的乐趣在这里,享受过程,唯鱼不唯鱼。